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 Jungle开发进阶课程的第六次课 如何在Jungle中使用这个mogdb 我们进阶课的主要内容有这个mogdb它的简介 我们Jungle1.9的版本里面如何来集成这个mogdb 实际来如何操作mogdb 然后mogdb呢 它是一个基于文档Document的一个no circle 数据库 就是它是无模式的一个数据库 Document文档呢 是mogdb中数据的一个基本单元 非常类似于关系数据库MySQL中的这个一行 但是呢 它比行要复杂 它其实里面存储的是一个类似Json的 但是它叫做bjson 比Json的话更高效一点 也就是一个keyvalue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mogdb 它的一些基本概念 用我们之前的这个概念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接 比如它里面是有database的一个概念 这个MySQL CircleLite数据库的一个区别 就是它的叫法 就是一个collection 一个document 我们注意这两点 我们在之后的会讲到这些 看如何 来集成mogdb呢 对于我们jango1.9的版本最好的选择是mongoing 因为其他的这个pymongo 它包括其他支持的话 最1.9版本不是特别兼容 然后使用起来也不是很方便 然后这个mongoing呢 对我们大家来说是跟之前的 基本上是很类似的 跟这个之前的jango里边的操作 CircleLite操作MySQL非常的类似 然后我们就选择这个mongoing 然后我们呢 然后就安装这个mongoing非常简单 我们在我们的虚拟环境下安装 pip install mongoing就安装它了 然后呢 我们要修改这个setting的py 建立与mongo服务器的连接 最后我们建立这个document 然后呢 就实现我们其他的一些逻辑 我们要 学习如何来操作mongoDB 比如说新增数据啊 查询数据啊 更新数据 删除数据等 接着呢 我们就来打开我们上级的工程 来实际看我们是如何 在已有的这个项目下 然后来连接这个mongoDB的 首先我们修改这个setting里边的 这些东西 我们首先这个database要改 database的话 我们这个engine 使用这个 Domain dumny 然后我们定义这个mongoDB的他的database mongo mongo mongodbengine data data 然后定义这个 他有一个default fault 大家这个字段不要写错 因为他是有要求的 内容比如说我们连接的数据库我们叫test 大家当然也可以连接其他的数据库名 比如说我们连接 我们是本地开了一个 这个mongoDB的服务器 你也可以连接连接远程的这个服务器 当然这个端口呢我们就是默认端口不需要写密码呢 我们没有设置拥物名跟密码 所以说我们也不需要这个去写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 tz aware ware 这个呢就是说 设置他这个时区 然后呢我们在install 这个app里面要安装这个mongodb engine 然后呢在这个上边 mongo fogo engine 最后呢我们建立于mongodb的链接 from mongo engine import connect connect 就connect很简单 connect什么呢 建立于这个表的链接connecttest 与这个 我们connect的时候传入这个我们要链接的这个database 然后传入的这个 ip 7.0.0.1 如果你端口是默认端口 然后用密码没有设置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它的默认之 不进行设置 我们来新建 这个mongodb engine的一个数据库的对象 其实我们就要子类化这个document 比如说我们新建了一个poem 他子类化了这个document 然后呢 他指定了这个mental的collection的名字 也就是在mental里面指定了我们这个集合的这个名字 就相当于我们之前的table的名字 当然如果我们不写这个mental他默认的这个collection名字就是这个 类的一个小写形式poem 小写的p 然后我们指定了一些字段 比如说sequence field 我们指定它为主件 且是 必须的 然后这个sequence 也就是说它是递增的 然后呢 我们这个 有一个 这个字幕串类型的 有一个 比如说作家是字幕串类型 title 这个标题就是说也是字幕串类型 当然它提供其他的int double 这些丰富的字幕串类型 然后我们就新建了 其他的一些模板 比如说add 新增 删除 modify search 这些 然后我们在view里边呢 加了一些基本的这个处理函数 我们在这个home里面去显示他所有的诗词信息 然后比如说 调用这个document 他的object对象 其实这个object thex的话就是这个返回的查询机 我们可以获取他所有的数据的信息 我们就来打开主页来看我们的是否正常 我看显示正常 但是他现在没有信息 我们就可以给他新增信息 新增数据与我们之前的这个税库操作是非常类似的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document的对象 里边就可以指定了这个author 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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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们直接去save 一下 就保存了 我们可以去新增 打开这个add add的时候呢 比如说 byby 经验4 我们就看 就把它显示出来 为什么这个 他的poemid是23呢 因为我们之前有写代码 他这个 一直是自动是不会减少的 然后所以说他一开始就显示23 是因为之前我写了代码 然后又清过数据库 但是这个sequence feel的是这个会保留他的一个值 所以说没有被清掉 我们看到是这个23 当然我还可以有多种形式 比如说我一次只想保存一个字段之后 我才把这个字段给取出来 然后在这个地方才把它取出来 我这个地方我就可以先去保存一个保存一次数据库 save掉之后呢 然后我仍就持有这个document的对象 我指定他的title 比如说我再次设置 然后我可以保存多次的 save可以的 然后比如说我们再尝试一下 看一下 就把保存下来了 这个地方你尝试保存不存在的这个field的时候 比如说你尝试保存一个tag 这个时候他并不会报错 但是也不会帮你去保存下来 比如说我们这里边有个tag对吧 然后你去保存的时候 他也不会报错 但是 他也不会帮你保存下来 比如说add的时候 王威 随便写 然后他没保存下来 我们怎么看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查询db 看到真正保存的是什么 我们看他没有保存那个tag的字段 就看到了 其实这个地方我们如何想去临时的去保存新的字段呢 他是支持的 比如说我这个换成dynamic document 我再去这个add一次 这个时候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我看到 再查询一下 他就会有这个东西 比如说看到 这个就有tag 这个字段 看到他把这个tag这个字段 保存下来了 然后当然我们 一般是按部就班的 不需要这么做 不需要去临时的加一些东西 然后把代码给 还原回来 然后把数据库给清掉 如何去添加数据呢 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就敢看 如何来查询 查询的话 其实非常方便 Poims 直接用这个 Poims.object 然后呢 然后在此边进行过滤 这样就很方便 就过滤他的作者 他返回的其实是一个list 我们直接把这个 给 给这个模板文件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个查询 比如说查询这个 李白search 100 他就会把李白的 所有的这个结果给显出来 不过我们这里面只 去加了一条 所以说展示了一条 然后呢 我们来看去 就是他查询的时候 还有一些技巧 我们可以在model里边 定义他的一个新的查询机 比如说 dev query manager dev 比如说 我们 按照他最新的一个 show new 最新的这个id 就是说最新添加进去的诗词 这个他的这个参数是什么呢 参数是 doc crs 然后呢 后面这个是个queryset 没有 这个下发性 我们可以返回这个 按照这个poemid进行一个 编号 复的一个排序 query set order by 按照最新的 比如说就是这个 惠目id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使用这个show newst 然后我们为了 展示这个呢 我们新增一个add 比如说 Alan 他又 新增了这个东西 我们 在查询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查询 给出的是 最新的 这个 排序 然后呢 我们可以进行个查询search Alan 看一下 他就会把29给先展示出来 28 然后 然后再展示出来 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还可以 自定义我们的这个 查询机 看如何进行修改 修改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 我们也是 先把它查出来 怎么查出来呢 poems poem objects 然后 他是这个 啊 poemid id 等于 这个id 它其实返回的是一个 list for poem coem poems 然后我们直接调用他的这个 update update author 等于 author title 等于 title 好 我们来实际的看一下 我们首先看有27里白金业司 比如说我们把28改一下 Modify 28 比如说改成Alan1 然后Title呢123 比如说我们就把这个28给改掉了 这个就是修改的时候呢 其实比较简单 然后呢我们看删除 删除怎么办呢 我们获得了它的一个ID 获得一个ID之后呢 我们就是这样子 可以直接拷过来 这样 查完之后呢 我们直接破一抹 然后呢去Delete 这样就完了 比如说我们要把这个 这个28给删掉 掉它的Delete 28 你看我们就只剩27 29了 当然就这个删除的话就非常的简单 我们就这节课呢 就主要学习了这个 江沟如何继承MogDB 我们使用了这个Mogo Engine 这个包 然后就非常快速的 然后把我们的MogDB数据库给继承过来了 我们这里边就主要讲了这个 怎样建立一个 嗯就是Model吧 其实它其实建立一个Document 然后呢 我们就是说 怎样 然后去 呃 去就是说使用它的一些属性 使用怎么在这个MogDB里面去新增数据 然后怎样去查询数据 怎样去修改数据 还要怎样去删除这个据 总之呢 我们这里边只是 把大家引入门 去Mongo Engine 它还有一些更高阶的学习 之后大家如果想有兴趣的话 可以继续深入的了解 这一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让我们去看 谢谢你 我们去看 做一个